经济部宣布112年4月1日起确定调涨电价 平均涨幅为11% 调涨因素主要是反映国际燃料价格的大涨 因此如何选择最适合的发电方式 又引起大家的讨论 不同的发电方式各有优缺点 要如何在成本、效率、环境等因素间取得平衡呢? 在此介绍几种常见的发电方式 并比较其好处和所面临的挑战 一、燃煤发电 燃煤发电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至少俄乌战争前,煤的成本很便宜 而且能24小时稳定运转 此外,由于电厂技术 新建成本控制均已成熟 成本及发电效率向来是燃煤发电的优势 不过,燃煤发电的缺点就是空污 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与其他温室气体 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会影响生态健康 故近年来国内已无规划新建新的燃煤电厂 并也将逐步态换燃煤机组 二是燃气发电 燃气发电相对而言 空气污染比燃煤低 几乎不产生悬浮为例 但仍然会产生碳排放 其碳排放约为燃煤发电的50% 其停快速,可以有效支援再生能源 有助稳定电力系统 其缺点则是燃料成本高 约占总成本的7成左右 其次,天然气依赖进口 可能受到国际市场和政治因素影响 三,输气管线安全问题 需严加监控管理 好在由于天然气已成家庭必备燃料 所以这方面之预防与监控技术 已经极为成熟 三是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最大的优点 就是看起来很环保 但是在某些生态学者眼中 水力发电不止改变了河川水纹 若施工不慎 则会造成上游摊坊 如果河沙被拦截 无法流到出海口 还会造成海岸线侵蚀 而水坝有相当深度 因此底层的生物进行艳养分解后 会产生甲烷 而甲烷的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36倍 所以有些生态学者主张 水力发电根本不该被称为绿能 而且台湾的河川 多数都有枯水期 无法全年运转 加上经常淤积严重 水枯寿命相当短暂 四是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是利用核分裂反应 产生大量热能 转化为蒸汽驱动涡轮机 转动发电机 它的好处是 一 发电稳定 二 单位成本便宜 在不考虑核废料处理下 发电成本相对便宜很多 三 不排放温室气体 这点在全球暖化的时代特别重要 而它所需克服的挑战则是 一 虽无空污 但有辐射 超过剂量有害人体健康 二 产生的放射性废料 需要严格管理和处理 三 厨艺成本高 电厂厨艺之后的土地永远无法使用 四 仍有可能引发核事故 虽然几率极低 但万一发生时其后果极为严重 极难承受 五是再生能源发电 再生能源发电是利用太阳能 锋力 生智能等自然资源产生电力 它的优点是 不耗杰 不排放污染物 符合能源转型的趋势 须克服的挑战是 成本高 效率低 受天气和地理限制 影响供需平衡 太阳能 风能发电都必须看天吃饭 而被称为人造太阳的核融合 因为废弃物少 而且原料可以取自海洋 有取之不洁的零碳能源 是一项化时代的科技 北宫认为是下世代的关键捷径能源 台湾聚捷节能也正与美国合作研发桌上型核融合系统 创头教父聚捷节节能执行长刘宇环表示 按目前进度表 最快2027年有望问世 他果断预言 台湾未来5到10年的两大发展方向 就是核融合和量子科技 若能推动顺利 将可成为台湾的第二座护国神山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欢迎留言 按赞及订阅 谢谢观赏 下次再见了